在野黨氣急敗壞 一直在抹黑大法官 說這個綠油油啦 這個都是聽命於賴清德啊 這一次的憲法法官 他所有的憲法判決 他的依據都是中華民國憲法 本文以及徵修條文 是孫文孫中山把立法院的牙 孫文親自寫說 我們應該要把立法院的職權要剝奪 以避免國會獨大 所以大家如果對這個真的有意見 認為說不應該 國會不應該這樣子 那就大家來修憲嘛 我們立法院邀請沒有違憲啦 但是總統他要來不來 是由總統來決定 就這麼簡這麼清楚的問題 然後現在把它賴到 來給大法官破賽 破死 說大法官是因為這樣 他讓總統變成太上總統 不是總統什麼時候變太上總統 中華民國徵修條文 從憲法修改完了之後 我們憲法總統的職權就是這樣子啊 好可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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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可憐